我们的创新中心定位是叫做孵化的前期 另外定位是做创新创业教育 我们从2017年到现在 已经有40几个团队入住我们中心 有20几个团队已经成功孵化 这个比例是超过五成的 成功孵化的定义是他们有服务 或者是有产品已经投入到市场 能够支撑这些公司 能够继续往前走 入住我们的创新创业中心 其实也是一个创业的契机 让我们开始了这段创业的历程 中心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创业服务 包括和我们对接市场的需要 还有去为我们提供创业的培训 澳门大学也都提供了一些财政资助 给我们团队早期去研发我们的技术 我们都希望可以透过不同的AR的互动服务 或者一些新的体验 在澳门可能推广旅游上面 或者在这些城市的范畴上面 可以做更加多不同的服务 我们进驻中心的话得到了几方面的支持 第一是帮助我们的公司在澳门快速地落地 第二就是在这个公司的成立当中的一些法律的指导 然后第三是中心也常常为我们提供资源对接的平台 在这个约澳深度合作区挂牌之后 那么公司也正式进驻到约澳合作中医药产业园里面 我们在澳门研发一部分 在横琴去进行这个转化 这款是我们和澳门的马胶牌进行联名合作的一个产品 今年的六月底在澳门上市 SAI这个团队化在技术支持上面 会给我们很多的商业化的建议 会请不少商业的法律的创业创业的人才 给我们做专职的一个创业辅导 利用这个平台 我们也接触了很多资本和投资人 我们项目是基于可穿戴设备的一个 足中全链条解决方案 这台耳机 他老年人在家中就戴在耳朵上面 就可以监测他的脑部的血氧 我们联合了万峰教授的整个团队 然后开发基于脑机接口的 我们神经自主康复系统 他会介绍了很多一些不同类型客户给我们 我们通过不同的交流活动 也都得到了很多的客户的认识和交流的机会 例如现在在澳门的镜王医院 和澳门科学馆都有采用我们的产品 他跟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收入的培训 教我们怎样去建立一间企业 怎样去运营管理一间现代的一间 叫做初创企业